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 今天呢,我就聊聊女生啊,私房好物 如果男生刷到这一期的话,麻烦您出去一下 本来呢,我也不想介绍这些东西 后来吧,我觉得作为女生啊 有必要和大家聊聊女生的贴身物品 当然啦,都是成年人 男生非要留下看,我也没办法 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第一样东西,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们每天睡眠时间啊,需要八个小时 这八个小时里,你用的是什么? 你为这八个小时投资过什么? 没错,我想说的就是床上用品 第一样东西就是子母蚕丝背 两条尺寸完全相同,厚度却不同的蚕丝背 睡觉不老实也没关系 四个脚呢,可以扣在一起,不容易滑动 厚的那条呢,叫做母背 薄的那条呢,叫做子背 两个合在一起呢,就叫做子母背 你可不要小瞧这两条背子啊 一年四季就够用了 春秋用母背,夏季呢,用子背 还冷的冬天呢,两条背子合在一起 就已经非常的保暖了 如果还是怕冷或者非常冷的地区呢 上面呢,再搭一条毯子,足够了 比起羽绒背,蚕丝背 更有柔顺的清肤感 起到一个保健作用 预防风湿,关节炎,还有美容效果 非常适合肌肤敏感的人,还有老人和小孩 一般呢,我是外面套一个背罩 内心的部分呢,一般不会轻易脏 如果局部脏的话呢,可以用中性的洗涤液啊 局部擦拭一下,然后呢,晾在阴凉处 蚕丝呢,不会产生静电的,所以内心也不会吸附脏的东西 即使不经常洗呢,用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 还有一些看不到的地方呢 就是晚上睡觉用的真丝枕套 对皮肤和头发摩擦的程度应该算是最小的了 想一想我们一天七八个小时 贴肤用这种温和的面料 能够减轻皱纹的产生 由于头发的摩擦呢,还可以预防脱发 它是天然的真丝 由18种氨基酸组成的天然蛋白纤维 不同于棉和化学纤维 和肌肤呢,有很好的相容性 女人到了一定年纪啊,在自己消费的能力内啊 保养肌肤,护发 这些呢,其实都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很多漂亮的女人都说啊 睡衣不能忽略,的确就是这个道理 我穿这些衣服呢,它是百分之百的 长纤维的桑残丝 睡觉时呢,对肌肤超级的友好 不会因为肌肤不舒服,影响我的睡眠质量 穿它呢,只会想我想再多睡一会儿 透气柔软,就像黄油般的舒服 真的很舒服的一件 无法通过视频表达给大家啊 休息日呢,我在家构思啊,写稿子啊 坐在电脑前几乎就是穿着它 包扣的设计啊,大家可以看到是包扣的设计 有一个高级感,袖扣它是双边的 裤口采用的也是双边的设计 穿在身上呢,就更有垂感了 那么接下来更加贴心的,当然就是内衣了 内衣款是那么多,几十年都过去了 我们能选对吗? 绝对没有人告诉你们的,选内衣干货 不过呢,专攻内衣前呢 先允许我介绍一条裙子 爱穿衣,爱时尚,不能不给你们介绍 真似的连衣裙 说到它时呢,我感觉真的这个颜色太爱了 做工呢,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我相信你一定要再说,这是不是睡裙 当然呢,睡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我觉得它有点奢侈 这个裙子的款式呢,和做工呢 单穿上去,去度假 那后背有一个深微的设计 就是这个背部的轮廓修饰的就非常的完美 如果觉得后面太暴露的话 你也可以穿一层简约的打底 冷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配一套西装 冬天的时候呢,你还可以选择那种时尚感的 毛衣,大衣,高级的打造出慵懒风 让你性感度直接翻两倍 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不同的穿衣风格 晚宴,婚礼,它都可以用得上 日系风用的最多的就是真丝裤了 阔腿的款式 它可以修饰你的腿形 自然的垂感,显得你的腿很直 舒适度没得说,秋冬呢,可以搭时尚的季节反差的面料 比如说,用懒风的毛衣 下面呢,可以配这种真丝裤 夏天呢,上面也可以配衬衫,T恤,或者是真丝衫啊,开衫啊 配出高级感呢,一点都不难 所以有这种时尚的单品,真的是很容易做出高级感的穿搭 那我们翻回来聊一聊内衣 如果你还在这偷听的男生啊,真的可以出去了 这款白色的内衣,真的是很美 我拿到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好性感 摸上去特别的光滑,很柔的感觉 标签还没够得摘,就来不及想跟你们分享了 这个白色的简约款啊 夏天穿一件白色的内衣,打底它也不会透 一是呢,颜色是浅色 再有一就是没有复杂的印花 下面呢,它这个透明的小边啊 它这个设计的小边,松紧力蛮好的 做工啊,它的针线均匀 我觉得这个价位,做到这个,做工算是精致的了 款式属于四分之三的罩杯 最常见的款式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款,就选这种款型 它的承托性和稳定性都还不错 基本上呢,什么样的胸型都可以穿 胸小的人呢,可以选底盘小的 二分之一的罩杯,相反胸大的呢,选全罩杯 或者是底盘很宽的这种 它可以把你的胸整个抬起来 我手上这款呢,它就是适合稍微胸偏大一点的人 普遍呢,下面看到下面就是很宽的 它的下面的稳定性呢,就比较好 然后穿上会安心 二是呢,胸呢,会有饱满度,显胸大 无论你的胸大还是胸小,其实都不是问题 内衣的款式呢,直接影响到了你的胸大胸小的效果 其次呢,就是你的胸型 如果下面比较饱满,上面比较小 不要穿全罩杯的,上面很容易空杯 其次呢,内衣的封点,就是这个最高的点啊 高于你的乳头,说明内衣偏大 如果低于你的乳头,说明偏小 这是一个小测量的方法,大家可以做参考 还有就是胸部外扩的人 也可以选择两侧比较高的 这个两侧比较高的 他们家的这一款呢,在你选码时 量好自己的尺码 我建议最好比你量的尺码呢 稍微带一个码就好了 反正后面都可以调节 它是四排 四个扣子 做工呢,有质感 看图片呢,其实真不如我实际拿到的东西更美 白色这款呢,它的配套还有内裤 纯白色的,超级的性感款式 你们看有没有 不仅好看,而且它的裤口设计啊 不勒大腿,弹性特别的好 穿白色的裤子的时候呢,这个必不可少 那么我再简单的聊一下 真丝怎么洗,怎么维护 一般贴身穿的这种真丝用品呢,我都是水洗多一些 放在冷水中5至10分钟 用真丝的洗涤剂啊,或是中性的肥皂 如果你没有的话,洗发水也可以 因为呢,真丝是天然的蛋白纤维 头发中呢,我们也含大量的蛋白质 两者呢,都是怕碱性的 如果你用一般的洗涤液呢 容易让这个真丝啊,变色变硬 它和我们头发是一个道理的 不要放水再放洗涤液泡很久 脏的地方呢,我们就用洗涤液啊,轻轻的揉搓一下 洗好后,马上从水里拿出来晾干 晒晒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选择阴凉通风处 不要曝晒,以前我不懂 就经常拿去太阳曝晒 太阳中的紫外线呢,会让真丝变黄 褪色,老化,而且呢,还会变硬 那么熨烫的话呢,就一定要低温了 上面铺一层毛巾,不要直接在衣服上熨烫啊 容易产生极光 衣服呢,如果你晾成了7成干的时候呢 放进一个小袋子里,把它叠整齐 然后呢,用冰箱速冻10分钟 不要太长啊,不能超过10分钟 要不然真的会冻得很硬的 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再熨烫的话呢 就不容易烫坏真丝 这些生活的小窍门 还有穿搭的技巧呢 都是经过测试后 我的有效的方法 希望供大家参考 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了 别忘了关注转发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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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